这事就过吧 你们这不都过了吗 还有什么事啊 怎么你说他自私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觉得指责我了 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 我就觉得那毕竟是我哥们 然后不能眼看着他难受我 然后后来就是特别窝火 我就觉得好像他 就是不想帮我哥们 你把他认定为一个 他不想帮助人的事 是吧 我就有点委屈了就是 因为我觉得吧 不是说我不想帮 而且他也不是因为这一件事 所以才 还有其他的事 还有别的事 就他特别愿意窗户他哥们的事是吧 就是这么回事 他有一个哥们 跟他女朋友求婚 好事 是好事 然后大家都去了 然后就是要彩排嘛 可是我当天确实是有事 我去不了 我现在你说我也不是主角 你们那么多人都在帮忙 而且也不是说我不去 人家去婚就求不成了 对 因为你不是求婚对象 不所谓 而且我确实是因为有事 我不能耽误自己的事 而且确实是因为我那边的事 也比较重要 然后就因为这个事 也办过几句嘴 我觉得对 主要是当时我寻思 我俩本来就是男女朋友 去多一个人给他碰碰场 他信心不就大一点吗 然后他俩要在一起之后 我们也能在一块开心开心 人多热闹嘛 结果他就跟我说 我去干什么呀 我就不去了 我说你咋这样呀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挺那什么的 然后我就 人家不是有事吗 对 但是因为这件事结束之后 他就对我挨大不理的就有点 然后我当时就开始反思 我觉得是不是有做的不对呀 然后后来想了想 其实我女朋友 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一个女孩 就是为我付出了特别多 然后我觉得这么好一个女孩 如果我要放下了 我估计上别的地方也找不到了 他对你特好 对 为我付出的挺多的 对 他都为你付出一些什么呀 就是有一次也是一个哥们 然后我哥们比较多 你哥们还真多 对 然后他有一次就是去外地出差了 但是他妈妈生病了 然后他回不来 他半夜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 然后当时那天呢 我就跟其他的朋友出去喝酒来着 开不了车 没办法了 我就给我对线打电话 我说那个 我说不行你来我家一趟 我说那个我一朋友 他妈生病了 我说大家跟着他去趟医院吧 他就特别没有犹豫 直接就开着车 然后把我跟他妈妈就送到医院 然后就折腾到凌晨两三点钟吧 然后当天他那天也挺难受的 他也没跟我说 我事后才知道这个 他也难受那劲 但是他一言也没提过 然后我觉得心里边 真的是特别地感动 然后我觉得真的是 你说这样的一个女孩 我要是真是把她放手了 我觉得再也不会找到了 那你们俩为什么要闹呢 明白不就好吗 但是我没有向他解释过这些事 没解释过 但是你记在心里了是吧 对 他跟你在一起 应该没少受你的委屈吧 对 我有时候说话呀 什么的 办事啊 有时候就是一根筋 就是不会想那么太多 就是总是 不考虑他的感受 就是老是烦恼 然后还有一次 就是 我哥们儿就是出去的时候 就是把腿给摔骨折了 就是玩的时候 然后后来我送他去医院 但是医院那会儿 得交那个住院费 但是我俩身上那会儿 没那么多现金 什么也没带 后来没办法 我就给我女朋友打电话 他那会儿刚上班嘛 也没有多少积蓄 他也没犹豫 直接就把钱 把他所有积蓄都拿过来了 帮把那个医药费给垫上了 过了挺长时间 我就是 因为我那哥们儿家庭条件 不是那么 就是特别好 然后那个 那钱也没还给他 我就觉得有点 对不住我对象 我说要不然我先把那个钱 我先给你吧 先替我哥们儿电给你 然后等他还你的时候再说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说都不用 都是朋友 不用那么着急 反正我也不着急用 然后后来我哥们儿就是 把钱还给他的时候 说给你对象买点东西吧 说表达一下感谢 然后到我对象那会儿 我对象也说 不要 你那个都是朋友 不用这么客气 到时候有事你再说 反正也不是什么大点 我就觉得真的是 就是他这么一个善良 而且对我什么事都特别包容 然后我觉得真的是 感觉我就做得太过分了 但是我一直就没有 跟他解释过这些 那今天为什么来呢 我就是想跟他说一下 我就是之前说的一些话呀 还有做的一些事啊 就是对不起他 然后我现在想在这个节目上 我想郑重和向他道个歉 来这道歉的 是吧 那你们俩现在是什么关系啊 还是男女朋友关系吗 是